大家好 我是Sandy 今天的个人理财话题是 家庭企业可以获得哪些税收减免 当今在美国几乎谁都可以创办家庭企业 因为有商机又不需要花大价钱就可以起步 而且国税局在这方面也是伸出援手 让家庭企业主和自营职业者可以在多方面享受税收减免 家庭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税收减免或者扣除 只要与业务有直接关系 以盈利为目的的几乎所有费用 国税局都允许扣除 家庭企业甚至不需要在国税局注册 就可以申请税收减免 你可以申请独资经营 也就是说你是所有者 直接参与业务 或者把企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其他公司行事 这起决于你是否在当地居住 具体要求各个地方不一样 请向地方当局查询 在家工作的自雇人士不是雇员 要使用付表C来申报业务收入和扣除额 家庭企业业组可以申请以下税收减免 在家办公 家庭办公者申请税收减免时要注意 美国商会提醒说 你不能因为在家工作就要求扣除家庭办公室的费用 家中的办公室必须是专用 而且是定期用于办公为目的的 否则可能会面临国税局的审计 申请家庭办公的税收减免 可以申请下面几个方面的费用减免 按照占用家庭空间的百分比计算 房主协会会员费 房屋保险 抵押贷款保险的费用及利息 水电费 家庭服务和清洁用品 维护和修理 国税局也允许用一种简化综合的计算方法 来扣除家庭办公费用 就是每平凡英尺可以扣除5美元 最多300平凡英尺 最高扣除额为1500美元 车辆 用于家庭企业商用的车辆花费也可以扣除 如果汽车也用于非商业用途 可以将车辆里程按比例或实际里程来扣除用于商业使用的部分 使用比例计算时要和保险、维修及保养一样 使用相同比例用于税收减免 过路费、停车费和特别习可证费用也可用于减税 若不按比例计算 也可以用商业里型的行驶里程数来计算减免 在2022年的三半年 国税局允许每英里减免58.5美分 比2021年增加2.5美分 2022年7月 由于油价高涨 国税局将今年下半年的减免提高到每英里62.5美分 互联网和手机 家庭企业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也可以扣除部分费用 小商业网站表示 互联网和手机也用于个人用途 就需要按业务使用比例计算扣除部分 健康保险费 自雇人士可以扣除保险费的费用 包括你的医疗健康、牙科和长期复理保费 美国投资百科网站显示 也可以包括给27岁以下的孩子支付的医保费 即使他们不是税表上申报的受抚养人 商务餐费 商务旅行的用餐费用可以减免 旅行、参加会议或者招待客户中的餐饮费用 可以从税款中扣除 投资百科网站报道说 现在到今年底 如果花费不算奢侈 可以扣除100%的餐费 2022年以后 扣除额度将回落到50% 用餐费用如果包括医乐活动时 则不能扣除 除非有跟医乐分开的单独用餐收据 才可以扣除 雇员工资 雇员工资都是算作商业扣除 包括给自己和雇员支出的社会安保金 医疗保险等费用 办公设备 家庭办公中使用的设备和用品 只要是办公所需就可以扣除 笔记本电脑等耐用设备可在三年内折旧 旅行 旅行费用也可以减免 但必须包括过夜旅行 不能奢侈 国税局说 旅行时只要办公业务所需 大多数费用都可以扣除 包括机票 火车 公共汽车或汽车费用 出租车 酒店 租车 餐饮 行李或展品印输 干洗 小费等 专业服务 为企业雇佣用专业服务时 包括聘请会计师 法力顾问 承包商 顾问等商业费用可以扣除 市场营销 广告或促销活动费用 雇人营销的费用 广告 网站 季度税 通常雇主会在发工资时 从雇员工资中收取各种税款 自营职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没有人替他们收税 所以他们必须自己扣税 散交政府 这些税款按季度支付给国税局 以避免联中时累计上税金额太大 国税局要求在特定日期前支付 不按时支付会有罚款 全国纳税人维权服务处网站说 即使你本应得到退款 但是如果税款持交或未交购 也是需要支付罚款 CNET说 如果联度税款高于1000美元 国税局要求按季度支付 否则将税款和1040报税一起交付 需要注意 如果你通过各种在线支付程序 如PayPal Winmo Zero 接受工资薪水 这些公司会善报你所有超过600美元的款项 总的来说 家庭企业组可以在报税时申请许多减免扣除 请向会计师咨询 确保你的减免扣除所有权益得到保障 给自己省下更多的钱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希望您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